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桥社新闻 我是黄金仪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你来关心 北加州中国大专校联会举行了第32届联会 共有湾区桥学界以及社区嘉宾及校友700多人出席 会中也举行了新旧会长交接仪式 由中兴大学校友曾丽湘接下会长棒子 专题讲座部分则邀请到知名媒体人陈文茜 分享他对世界政局的看法 在隆隆的大鼓声中 北加州中国大专校联会第32届联会热闹登场 包括驻旧金山办事处长马忠林 外区桥照中心主任吴玉华等桥学各界贵宾在内 共700多人隆重出席 会长一旁也播放投影片 带领全体回顾2015年校联会各项活动激进 今年做了一些主要的活动 就是提升我们校联会在主流社会里面的一个形象 感谢北加州大专校联会举办这么一场正大的年会活动 在我们大加州的时候在一元复始 幻象更新的元旦这个期间 能够欢聚一堂彼此祝福 终于今天能够成同大专校联会的邀请来参加这项社会 心中是充满着无限的感恩 会中也进行会长交接 由第26届的前会长赵运慈兼交 新任会长仁成员将棒子交给新任会长曾立香 马中林处长也颁发感谢壮给两位新就任会长 希望北加州中国大专校联会 今后持续凝聚各校友感情 为桥社主流社会服务 立香将带领了第33届行政团队集体士们 并着校联会关怀校友 温馨学子的精神 结成服务北加州的校友 并且将带领了我们的团队 做一些社区服务 及参加主流社会有意义的活动 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鼓励支持和加油 今年年会主办单位特别邀请台湾知名媒体人 陈文倩到场演讲 受到全场热烈回响 陈文倩分享了她对于金融海啸后 国际经济现实的观察 也提到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 政治人物都充满鲜明的意识形态 和民族主义色彩 像是美国的川普和日本的安倍 提醒大家要做智慧的选民 我知道你们在美国 很关心美国的政治 从台湾来 也很关心台湾的大选 美国是指引权 也就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它甚至是很多人想象的民族的典范 请不要投给极端主流的人 请拒绝极端主流的人 晚会最后在各项精彩表演节目 轮番上场中掀起一波波高潮 不论是精彩的爵士舞 国标舞 还是戏骨乐团精湛演出 都让人拍手叫好 马仲林处长也背起吉他 在台上自弹自唱民歌俗曲 全场气氛欢腾 草包们纷纷在武师中 翩翩起舞 兵竹敬欢 韩黄万电视黄本初 美国顺和西采访报道